好,來到第二節,辛亥百年華滄桑 這節我們就講講何世禮將軍 我們剛才第一節交代了這麼多香港在辛亥革命時的角色 例如說地理上的角色,經濟文化上,甚至現在還可以在兩岸三地做一個什麼角色 其實想帶出一件事,我們在香港除了有人扮演這些角色之外 會不會曾經出現一些人,是在軍事身體力行去參與的呢 尤其是香港的商人在內地政局中可以有什麼影響力 還有香港的商人和內地的一些軍閥 或者是一些擁有實力的人士 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怎樣呢 值得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大家看到,這次只有兩個人興 我們希望多些人一起去參與一下 尤其是講到香港的一些情況 我們有個封堅的電話 2892-7841 歡迎各位打電話進來,聊聊聊聊 講到何世禮將軍,何家、何東的兒子 我們從一本書開始講 這本書是何世禮將軍轉 就是黃少倫博士寫的一本 關於何世禮將軍的事跡 從那本書中看到何勢禮將軍十分之厲害 加勢顯赫 也從這本書中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很傳奇的一件事就是 簡單來說 何勢禮將軍是一個中英混血兒 然後他的身份形同是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他是國民黨的將領 然後他曾經在英國讀軍事 然後更奇怪的是他雖然出身在香港 但是他的家族跟東北張作霖是很密切的 然後在抗戰時期他參與盟軍聯絡了中美中英各方 做一個後勤聯絡的工作 然後就算抗戰完了之後 他留在香港很自力地為中華民國政權發聲 然後回歸之後他一直留在香港 在香港到中路過身 是很傳奇的一生色彩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下 是的 沒錯 我們從哪裡開始起點呢 從何勢禮將軍的早年和何東的關係開始 何東先生呢 何東著視 我們叫做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一個中英的混血兒 但是他就自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他就以中國人置居 他在香港曾經是宜和洋行的買板 後來是一個香港的巨富 他是一個很地地道道的 在香港為基地的一個商人 為什麼他會和張作霖拉上了關係呢 如果我們看回歷史來說 就是說張作霖和何東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非比尋常的 其實為什麼呢 你說如果香港的一個商人 你告訴我他和一個廣東的領導很密切的關係 我可以明白 生意上來往一定很密切的 你說去上海我也還想到 為什麼要跨了這麼多地方 東北呢 跟東北軍閥寫近球院呢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回何世禮將軍 他讀軍校的時候 他一開始讀軍校 希望去保定軍校 也是北方 是北方 1924年的時候 保定軍校 當時沒有開辦 課程 所以沒有收生 於是他去了外國讀書 為什麼他不去黃埔軍校呢 很奇怪 就算他當初想報讀保定的時候 他也是拿著當時北方軍法 那些人幫他寫推薦信 好了 如果你考不到1924年 考不到那裡 1925年 孫中山也在黃埔 又開軍校 而且反過來 北方人特意下來 然後保定軍官去黃埔教 為什麼又會 會不會走到英國 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去英國讀軍校的時候 又是拿著張作林給他的推薦信 是 可以看到 河東和張作林的關係 飛被尋上 而同一時間 會不會 他反而和南方孫中山 保持了一個距離呢 畫面上看到 就是河東著氏 即是 即是 稍後可能會有看到 河世禮將軍的照片 沒錯 河東著氏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這是河世禮將軍的玉照 這本就是那本書 《香港將軍何世禮》 是的 這本書 就是國軍的容裝 如果大家看到 他的樣貌其實很像外國人 對他日後在國軍裡的仕途有些影響 似乎也是 首先看到他當時家族上的主流 比較向張作林方面的關係密切 而又看到他就是 不知道 可能我們猜想一下 他似乎是不是有些刻意 和南方的孫中山方面 反而保持相當的距離 甚至蔣介石一直保持相當距離 是的 如果看回歷史來說 孫中山曾經問過 在革命成功 在武昌起義之前 其實是問過河東捐錢 但是河東是沒有理會他的 如果我們看完《十月圍城》 當然覺得 應該每個人都像李幾堂 身體力行 如果那個故事 在電影裡虛構 還會說到連兒子的命 都不小心賠下去 這樣才是革命的想像 會不會是當時 這個猜想 會不會當時來講 何東對孫生先生的印象 反映出當時港英政府 對孫生先生的看法呢 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時英國人在香港做生意 很多不少都跟當時 滿清政府是有些關係的 起碼就是說 滿清政府會影響到 當時港英政府對香港商人的態度 滿清也曾經派過一些人 下來行食香港的一些 擁護革命的人士 十月圍城日 有些場景是真的會發生的 對 有些殺手 好像楊渠雲 最近在香港墳場 楊渠雲先生的霧 再次被肯定的事件 可以看到的人 其實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我們回到何東那裡 何東和張作良的關係 飛被尋上 聽人說張作良在澳門有個別墅 現在好像是拆了 但位置在哪裡呢 就好像在松山山腳的地方 何東也在那裡有個別墅 可以想像到兩家人來往會有多密切 或者我們可不可以由一些 不要說是純差上 會不會實際上他們 真的會有一些歷史的客觀原因 將他們放在一起呢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這個可能會有這樣的樣子 因為張作林 如果我們看張作林和何東的關係 延續到何世禮將軍和張學良的關係 即是真的有負負負負負負責 是的 真是有負負責 我們今天有些文物可以看到 就是在東連國縣那裡 即是在跑馬地 即是舊補血 對不起不是補血 補國學校的一個校子 看到東連國縣那裡 有張學良的題字 也有張作林的題字 張作林的對戀 其實可以看到 張作林和何家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難道香港這個地方 還有一些比較遠的北洋軍閥的痕跡 是的 也可能從這裡去 或者我們做一個猜想 會不會是何東 他和張作林之間 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 或者有些是他們互相需要的地方 所以令到他們的關係這麼密切 是的 如果我們再想遠一點 譬如說張作林 他當時在東北地方 他有一個很大的靠山 這個靠山就是日本 但是後來他和日本的關係 又變得惡劣 會不會中間牽涉到 和以何東著氏為首的一些 講英國方面的利益 或者人事有關呢 或者是 或者看回張作林 他本身 如果我們在歷史書讀到 就是把他看成一個軍閥 可能是一些各具一方 可能是一種 可能多了一種奸雄的色彩 但是如果真的在歷史上看回 就算你說張學良自己 其實去評價他爸爸 是一個很有紅才 而且其實 就算東北人今時今日也好 對於張作林當時在東北 是有一些肯定的 譬如說他對讀書人非常重視 這個東北大學 當時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投入 張作林非常重視讀書人 他甚至說到一個地步 就是除了老婆 不可以給你裝飾 這裏什麼都可以給你 就是和讀書人會這樣說 甚至乎就是說 當時引進了中國的 第一代的空軍的裝備 有飛機 然後就是說 甚至裝甲部隊 這些裝甲部隊 說的是 去到日本人918進來的時候 根本有很多日軍都沒見過 這些東西 就是張作林能夠做到這件事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在南方 或者上海 有一定的人物關係 所以令他開啟這條路 從而令他不需要 真的這麼靠日本人 沒錯 這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找些文獻的話 我們需要一些文獻的證明 但是因為張作林的事跡 有關張作林的文獻 現在來說 都需要進一步的開放 聽起來真的挺有趣的 是 就是一個很複雜的關係 或者說回去 由張作林和何東的關係 傳到何勢禮將軍和張學良的關係 是 有兩個歷史事件 何勢禮將軍都好像身在其中 聽說那些還要是幾大事 一個就是九一八事變 大家知道九一八事變前夕 何勢禮將軍和張學良在天津看電影 就是九一七那晚 在天津他們兩個在看電影 然後爆發了這件事之後 據當事人所說 張學良看電影 接了一些消息 於是離開了戲院 那一晚就沒有回去 你可以看到 當時張學良在天津和何勢禮將軍在看電影 這是一個十分歷史的時刻 第二件事就是西漢事變 1936年的西漢事變 也是大事 也是大事 西漢事變 何勢禮將軍在西漢事變前夕 跟張學良見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爆發了西漢事變 後來西漢事變 蔣介石就軟禁了張學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何勢禮將軍是否會受到一些 小小的影響呢 其實聽到這裡 譬如說聽到剛才才交代 何勢禮將軍的心路歷程 一直以來好像跟南方的關係不太密切 甚至跟國民黨的關係 開初的時候不太密切 一直是張作霖的家族 然後來到這個歷史關頭 會遭遇到什麼事呢 是的 因為他本來是 何勢禮將軍以東北的將軍自居 後來西漢事變之後 何勢禮將軍沒有軍職 有一段時間是頭閒置散 張學良被軟禁 數一下又不是黃埔出身 還要曾經留過羊 如果你是讀書人 學理工科留羊 在那個時候 可能在學術界得到大用 但你在軍界裡 你不是黃埔 一不是保定 又不是港武堂 你還要從外國回來的 有多少個肯用 你可以記得 如果之前有聽過 以前說到孫立人 一些根本是留美的 或者像何勢禮將軍留英 留英留法 對 很難在當時的軍界得到重用 所以有頭閒置散的階段 而且也有機會受到 將學良西安事變的影響 牽連 所以根據書裡的記載 在1937年5月 河東著士 親自經過上海 去南殖經 見蔣介石 即是提供了機會 開始有接觸 即是河東家族 和蔣介石 就在這位 河東以一個 當時來說很高齡 走去見蔣介石 當時掌介石 也說剛剛收音事變之後 因為當時說他傷了背 受了傷之後 第一次露面 就是見河東著士 而河東著士 去了南京之後 不單是他一個 他還約了他的政室 張靜庸女士去南京一起 會合 那這件事 是不是跟河東 當時來說 受新安事變的影響 是有些關係呢 其實也是 你說如果 我不清楚當時 沒有辦法考證到 當時那個 何世禮將軍 在這個新安事變之後 他的境地 是危險還是什麼 但是很明顯 隨著這個 新安事變的發生 的確 所有東北系的軍人 是需要 有一個階段去處理 可能有些就是 需要修編 但有些可能 就是 命運國義 其實當時 如果是 以你看這本書裡面 還有沒有進一步的記載 那本書裡面 就提到 是一個 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 沒有再詳細去解釋 這一個關係 即是歷史上 可以留下這一篇 大家慢慢去研究 是 而且他又提到 這本書裡面提到一點 就是 何東 著視當時的 即是高齡 後來又捐了一筆很大的錢 給當時 就是中國一些 為國捐軀軍人的孤兒事業 加上 何東著視的太太 又加入了一個 是宋美寧為首的 當時叫做 中國婦女會 以這麼大的一個面子 和一個這樣的舉動 去做這個舉動 是否為何勢禮將軍 重新得到一些任用和信任 建下了基石呢 不過起碼可以看到 藉著這個機會 踏通了一條路 其實以當時的 氛圍西安事變之後 直至到抗戰爆發 可以想像到 一些當年很確實的追述 就是當時的中國 是真的出現一個 上下一心的情況 即是你說 不需要問什麼原因都好 可以看到的就是 大家都願意走在一起 在那個關頭去做一件事 對付日本人 對付日本人 所以在當時來說 十分之是一個 值得我們去探討 香港和內地發展的一些地方 何勢禮將軍 什麼時候在歷史舞台上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呢 如果我們看回 去到這個 抗戰的中期 中後期的時候 太平洋戰爭爆發 對 因為好像剛才陳博士這樣說 你以一個 是留學的 即是留英 留法的一個 將軍 每天的外形 又是很洋化 即是所謂的 將軍 能夠擔當 在中國軍界裡面 可以擔當什麼角色呢 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翻譯 和一個 和外國軍官接觸的 一個橋樑 所以 去到 當時 蔣介石的軍事參謀 史迪威將軍 被調走之後 魏德賣將軍 來中國 做軍事參謀 那就是何勢禮將軍 得到發揮的一個機會 對 你說 其實看回 可能在他前半 何將軍的前半生 一個 有一點洋人的外表 對於他來說 我相信當時中國的社會 是會構成 一定給他一些額外 心理上的負擔 即是他一直很自力地 尋求一個機會 去證明自己 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要為中國做事 甚至乎他是放棄自己的英國國籍 也是在英國讀軍校之後 無奈就發生 然後他是甚至乎 專程試過路過上海的時候 去尋求一個法律的證明 證明他是一個有中國籍的人 即是 終於讓他等到一個這樣的機會 就在這個抗戰的時候 聽說 最初就是去遠征軍那方面 那裡有發揮他的作用 是的 沒錯 後來就是做蔣介石的參謀 我意思是 軍事參謀裡面的聯繫官 做一些後勤的工作 這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而當時來說 他本身受的訓練 的確證明他 當時真的不可多特 首先他有這個語言的能力 你說當時就算是國民政府去到西南聯大 邀請一群語文很好的年輕人 英文很好的年輕人 但他們沒有軍事訓練 但的確 何世禮將軍是受過炮兵的訓練 也是有美國受過參謀的訓練 他是正正式式可以走進一個分隊裡面 發揮作用的 在他的學術背景裡面 他就在那群外國將軍裡面 他就是他的科班出身 是他那群同償的朋友 都是那個背景出來的 他就能夠發揮到他的專長 我們說何世禮將軍在抗戰時候 扮演到一些角色 好像他和張法輝都有些故事 其實好像 譬如說 首先他在遠征軍做過聯絡工作 在兵站做兵監 負責幫忙運兵調兵和後勤工作 其實到最後一點 去到廣東廣西那邊的抗戰 去到抗戰稍為後期的時候 為什麼會提到張法輝將軍呢 就是當時在廣西廣東那邊的抗戰 就是由這個 是不是屬於第四戰區 第四戰區 而當時飛虎隊也在那邊活動 一些聯絡工作 就是當時美軍的支援 亦都需要有人做聯絡 那何世禮將軍就有發揮的作用 但是中間發生了什麼有趣事 兩個好像他和張法輝將軍 和何世禮將軍 兩個都是十分火爆的人 很硬頸的 沒錯 所以後來就因為意見上不合 於是大家火拼過 火拼的意思就是口角 吵過膠 然後何世禮將軍就離開了紐洲 然後去了重慶 所以看到這一段短短的歷史 都可以看到香港人 或者香港生活的一些英雄才俊 他都在抗日的時候 在中國內地發揮到一些很重要的作用 但當然有自己本身條件的優勢 但也都有條件的限制 所以走的路未必一定是這麼暢順的 但看得到就是有性格的人才能明白 我覺得他就是有性格 這個就是成功的一面 但是有些人未必是真的能夠可以做到 即是有理想開始 而去到最後都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 如果我們看回 在辛亥革命裡面有很多革命志士 其實去到後來都是所謂變了質 我們下一節回來講另一個人物 這個就是汪精偉的後判生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阿